Hello,大家好,我现在这一期呢来录一下我之前说了很久的介绍意大利港笔的这么一个视频 我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我要介绍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港笔品牌 但是呢后来我只做了这个欧罗拉,其他的N家我都没有做 是因为整个意大利的笔圈的画风呢除了欧罗拉正常一点,其他都如模似幻 哎,这个这个一言难尽 就讲今天介绍这个笔呢是这个牌子叫做Viscondi Viscondi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牌子,它在整个意大利的笔圈呢 从历史上讲啊,它是非常非常年幼的一个牌子 但是呢,这个牌子呢,当时就是那个钢笔圣经作者写那本书的时候 它还刚出来没多久,因为它是88年才成立的 等到出第一款笔的时候已经是九几年了 然后当时整个那书上它就半页的篇幅,而且连张画都没有,连张图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总共出的笔款也没几款 当时那个作者就说呢,这是一个对于材料研发上非常非常擅长 并且是在结构设计方面非常的牛逼的这么一个新牌子 并且表示了期待,那它总结两点就非常精辟了 Viscondi这个牌子呢,一个就是它的材料研发非常的厉害 再一个就是它的就是结构设计也是非常的厉害 今天就是介绍的这四款呢,其实严格来说就是钢尖的一代和二代 后来呢,就是它的产品实在是很多 我肯定要分号期来讲,不可能说一期就讲完 意大利的笔场呢,基本上会有这么一个惯性 就是或者说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的笔款非常的多 然后它不是说一个笔款会存在很久 它一个笔款可能出那么几代之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是笔款非常非常非常多 它不像说什么写乐,我就一个平景,一个鱼垒,两个造型来回套 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几乎每一个系列都有个新造型 那今天先来讲的就是它这个一代二代的钢尖 它这一款就算了 在之前我再讲一下这个威斯康蒂的这个特质啊 就我为什么现在才讲这个威斯康蒂 我对威斯康蒂这个牌子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的 主要讲到现在才讲呢,是因为我得先把康克林讲了 康克林的这个这个月牙型呢 它的二代钢尖用的就是月牙型的那个气孔 然后威斯康蒂的这个画风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风 它是那种,怎么形容呢 它是那种处理很深的真爱粉的这种感觉 它的笔的设计会保留那么一点 就是以前一些经典笔款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所以说它就给人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我真爱的,我希望你怎么能死得这么惨 我要把你的一部分留在我的身体上 让它继续活下去的这种感觉 不管是在材料上还是说在结构设计上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它是自己的创新也是非常厉害的 它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创新非常屌 主要就是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创始那两个人 这个事我们之后再说 之后一起再说 今天先讲的就是它之前的钢尖款 就是一代和二代的钢尖款 这是一代钢尖的最后一支 就是当时它这个一个classic的一个系列 这支笔是它用最早的这一批钢尖的最后一款 之后就是这个了 之后就是打力了 就是说这个同时间就出了打力了 再之后这个一代钢尖就没有了 当时它这个一代钢尖呢 还是这个样子的 就上面并没有它本家威斯当地的这个 这个印花 还是一种 不知道是 它应该是BOK给他们家供的这个钢尖 还是一种就是这种 完全没有品牌特色 没有独特印花这种钢尖 它之前呢也出过一些钢尖款 像是 之前它出的那个 就是也是一个月牙上墨的那个系列 就是那个时候也有过钢尖款 就是 哎呀我这个嘴 就是当时有一款彩虹 那款笔杆全部都是彩虹色的 然后那个是日本限定好像是 因为我只看到日本有卖的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 国内这个意大利笔的代购比较少吧 可能这个原因 就那款笔呢 它是一个钢尖笔 但是那款笔特别贵 当然是日元价格 合下来它差不多2600这个价位 然后 它是钢尖 那个钢尖呢 上面是有自己的标的 但那个作为一款限定款 我实在是 不能把它算作常规里边 然后加其他的一些钢尖也是 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特殊款 才会有它自己的印花 所以这个就是它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用的那种钢尖 它这个笔款 叫classic 其实也是复刻了 它比较早的一个笔款 这个笔还有个趣纹 就这一根笔 就当时我入坑的那时候 其实这款笔已经停产了 但是我就看到了这款笔 我看到这款笔也是挺神奇的 因为这一款 其实没有出现在那个宣传图上 就是它的官方的六款里边 不是包括这一款的 这款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款 反正 就这款有的时候 因为当时这个笔箱 一共有六个颜色 这种斑驳的就不红色的花 只有这一根 还有这种就是碎纹的这种 是有一个褐色的 有一个红色的 但是那两个都是单色的 不是像这个是双色的纹 我当时就看到了这个 然后发现我找的各个家 不管是国内的也好 国外的也好 它全部的六个颜色选项里边 都不包括这一根 哎呀 这个给我愁的呀 就当时看到这根就是梦中情底 就是情了很久 后来是因缘忌讳之下 在日本买到的这支笔 价格其实也不贵 这支笔价格就六百块钱吧 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钟爱它 这个就是它老一代的这个 就是第一代钢尖的终结吧 算是 然后到了它的这个出梵高开始 它就已经用的是 有自己印花的一个 第二代的这么一个钢尖了 就是它家的产品 都让人很难说 我只能说我 我个人把它这三款全部 就是这三款 分作一个艺术家系列 但其实它这三款是 每一根都是单独的一个系列 它不是说统成一个艺术家系列 它是每出一款就是一个系列 你像达利这款 它是超现实主义系列 然后等到了这个梵高 它是印象派 它这个系列名叫印象派 然后到了伦伯朗呢 就直接叫Master了 估计伦伦伦伦伦伦伦 确实是大师系列 就是伦伦伦伦伦伦伦 实在是不好给它分派别 所以说就直接叫做Master了 可以看到它第一代的这个 就是达利的这一代 它整个细节还是很多的 包括笔甲上这个融化的 它这个非常标志性的那张画上 融化的这个钟表的这个图案 就融在这个笔甲上 然后包括它这个上面 有达利的小铅铅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金属尖 它下面也是有很多质感啊 或者说有些造型啊什么的 它里边的尖是长这个样子的 哎呀这个反光呀 我的天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时候它的笔尖上 就已经有这个Viscondi的这个印了 然后这个花也是他们家自有的花了 当时这款笔的笔顶还是长这样的 到后面几款的笔顶全部都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笔顶是这样的 中间有一个条幅上面印着这个Viscondi他们的名 到后来的时候 到了第二代 不是第二代 就是到了出这个梵高的时候呢 它这顶儿又变了 这就已经变成周围一圈字的这种点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他们家的这个笔甲 这个笔甲是他们家独家的嘛 独有的 就这种笔甲 我不知道这个里边到底是什么结构啊 它这个笔甲就很好呗 然后就这种 这种桥状的这么一个笔甲吧 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了算是 再一个就是他们家瓷西的笔帽 瓷西笔帽也是他们家 算是他们家的本家特色之一吧 这么一个东西 就非常的有趣 到了这个时候 就到了出梵高的时候呢 它开始被国内的笔圈所输制 就是当时好像 它突然莫名其妙的活起来 就是因为梵高的这个系列 可能是颜值吧 确实颜值比较高嘛 到梵高这个系列的时候 它顶已经变了 里边倒是没什么 它这上面就是作品啊 然后作者啊 就是这样子打的 它的笔甲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你看之前 就是已经到了 我被挡住了品牌名 我都无所谓的地步了 这个这个时候就不 这个时候就已经笔甲上完全漏出来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包括这个笔环上面的造型 也变得比较统一 笔甲当然花是没有变的 花还是这个样子 笔甲的花依旧跟上一代一样 不可能是老幻嘛 老幻就破产了 就这样子的一个甲 其实梵高在最早的时候呢 威斯康蒂出的全部都是金甲 他最早出金甲的时候 也有艺术家系列 然后他当时也出了一个 呃 梵高 但是那个梵高是 这种笔型的 就是圆的笔型的 那么一个梵高 反正那个老梵高 然后甲还是金甲的那个 呃 我也没有 就不讲了 反正 他之前呃 最早的时候 他出的笔基本还是金甲多 呃 到了伦伯朗的时候呢 就更简单了 笔身的造型 已经变成这种 回归了这个圆滚滚的造型 呃 笔甲呢 就是一个伦伯朗的一个签名 哎呀 这个反光呀 反正就这么一个签名 呃 他当时出这个艺术家的 这三款的时候呢 就是他每一款都会有一些 颜色不一样的 你像出达利的时候 他一共是三款还是四款 我忘了 就是只有这一款是 就绿色这一款 它是金色的笔甲和金色的这个金属件 然后金色的件 我买得住这个 反高的时候呢 是因为他只分普通账高和box里边的反高 他那个box就是呃 反高多少周年经验的那个大盒子 那个里边的件 不是那个里边的这个金属件全部都是金色的 然后普通款的就是银色的 伦伯朗的时候呢 就出第一批和第二批伦伯朗的时候 只有他的军绿色和灰色是这种黑色的 黑色的件 然后我就买的是一个灰色的 因为那个军绿色的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地区限定啊 反正军绿色那款就一直有看到 就是有谁能拿到货的 但是日本倒是有卖的 呃 反正我没看到 我没看着那个说是限定款 我也没看着什么其他的 反正就是没有 我就只能买到灰色的 我就买到灰色的 基本上它就是这么一个变化 到了伦伯朗之后 就是伦伯朗它出第三批的时候 它的颜色已经不是颜色 它的笔尖已经换了 已经换了现在的三代的钢尖 呃 从它换了三代钢尖开始呢 就是这个笔款 也不是这个笔款 就是千元价位 哎呀我这嘴 千元左右的钢尖笔 这个定位 就这个这个定位 这个价格定位区间 已经有很多其他的笔款了 像是呃 神楼幻井啊 像是微风啊 这是新出的系列 呃 这个都等以后讲到三代钢尖的时候再讲吧 那现在就是说 就二代到伦伯朗的这一批就结束了 这钢尖之后就没有这个样子的钢尖了 新的钢尖 嗯 就长得跟它不一样 等到时候再讲吧 嗯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反正讲得乱糟糟的 主要是微笑你这个玩意吧 它它好多八卦可以讲 就讲着讲着 就就一期肯定讲不完 还得分好多期 基本上第一期就是这样了 哦对 讲一下它的那个粗细 我把之前试了康克林的这张纸折起来 让它再试吧 就是 我之前 我之所以现在做 就是因为我得先做康克林嘛 因为它继承了 它的偶像康克林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月牙型的这个气孔 这么一个 哎 狂热犯的一个做法 它的笔尖 其实 我绝对是不算粗的 就是我算 它算是在欧比里边比较细的了 你看康克林的 就是什么 EF 哦对 EF 康克林的EF是这个粗细 然后这个是威斯康蒂的F 威斯康蒂的F是这个粗细 找个什么对比 这个 就你了 这个是 斑马的0.5 它的威斯康蒂的F 会比0.5稍微粗一点 差不多在0.6 0.7这样 但是康克林的EF 你就看这个非常粗了 康克林EF差不多 就相当于威斯康蒂的M 不过反正康克林EF FM都差不多 只有B加稍微粗 那么一丢丢 所以说 哎 但至少这个让它 让大家有很多便宜的选择嘛 那基本上 它的粗细就是这个情况 威斯康蒂的这一款 就是二代的钢尖呢 它有一个说法 是关于叫小钢刷 它是属于比较硬的 那么一个钢尖 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硬的一个钢尖 基本上不太 就是 它不可能是完全帮帮硬啊 它是有一定形变的 但是还是属于 我之前说 哎呀 我说过没 我忘了 难道我重说一遍 就是说 我觉得 Book给人代工的厂家里边 有几家是做的 特别有品牌特色的 就是 一写就能感觉 是他们家的笔 那 其中一家就是威斯康蒂 威斯康蒂的钢尖鞋感 还算挺 挺独特的吧 虽然这个 其实鞋感很微妙 就差的并不是很大 那啥样鞋感 其实都能用 但是 就是比较有 个人特色吧 这个 这个我说也讲不太出来 哦 顺便再掰一个 就是他们家的 那个 把筋尖 号称是 DreamTouch 这个等到我们之后 讲到把筋尖的时候再讲 好 拜拜